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首页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网站 不过我还是要再跟你们 再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今天如果外网 是可以通的时候 请你记住一件事 你的网站当然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观看到 怎么样让越来越多的人观看到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要介绍另外一个Google的app 叫Google我的商家 有没有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请输入Google我的商家 这个Google我的商家 不要点这个广告 这是广告 这边Google我的商家 Google我的商家主要就是说 请你把自己的网站登录进去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对了这边看一下 Google我的商家的费用是多少 他应该说是绝对完全免费 有看到 这个绝对完全免费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 你知道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吗 就是我今天假设我在搜寻引擎里面 搜寻引擎里面 这是不是Google 然后在这里我就要输入孙在阳电脑教室 我要能够搜寻得到 搜寻得到 我听懂我的意思吗 如何让更多的人搜寻得到这个 Google site是被很多人搜寻得到这些内容 这是因为我在很久之前 我已经建立好一个网站 然后希望让更多的人搜寻到 好所以现在你就必须要到我的商家这边登记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点我的商家登录 然后输入 输入商家名称 比如说这个 我的刚刚建立的那个网站叫 孙在阳电脑教室 那当然这边我就一样用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找不到商家 这边 向Google登录您的商家 然后接下来商家名称 就是孙在阳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点下一步 然后您想要新增店面或办公室等客户造访吗 当然希望 可是有些人做得往 像我的电脑教室 我并没有开那个实体班 实体的公司登记 所以这边我就只要选否了 因为我没有真实的那个地点 可是如果你是开一个面店 你当然就会有真实的地方 好 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您的服务范围 服务范围 例如说我的服务范围 如果越大越好 所以你可以写 例如说台湾 对不对 台湾 对不起 好 这边 然后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我的业务范围 应该就是电脑教学 电脑什么 电脑教学有吗 这个电脑技能训练学习 学校 好 接下来就要输入自己的个子了 这样可以了解 你整个输入完毕 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可以在Google搜寻情输入 就可以找得到 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是那个 建议是用个人自己的身份来去申请 你不要用南亚技术学 因为南亚技术学 它线就是只有内部的人 才能看得到这个网站 它已经封锁起来了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群组 我们就算做这个网站的目的 也只是为了让这个群组里面的人 看得到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 大概有没有什么问题 算是南亚技术学院的网站 但是给谁可以看得到 只有南亚技术学院能看到 所以算内部 这个算内部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个GA那一段 我就先跳过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点 那个时间 我们来做那个关键字 说明 关键字说明 因为我觉得关键字很重要 你们想要知道 学生 我们的学生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学生哪一个线是最多 或者是说这个学生他搜寻 能不能提供给我一个什么系啊 好 资工 我们是不是有资工系 好 人家打那个能亚 资工 然后关键字 他想要去搜寻的关键字是什么 你们总想要知道这些东西嘛 对不对 而且 而且在我们生命学校招生 或者是不知道 或者是你想更关心我的学生来源 这是我们一定面临到的课题 但我们怎么知道 当世界有什么来做 当世界有GoogleChain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不过前提 前提 我还是要讲一下 如果你们不去做网络行销 你这边根本就查不到什么资料 觉得来说你还是登报 或者是那个公车上面 做招生 你用这种传统的行销方式 我们还是查不到 有听到懂我的意思 你就是要改变那个行销方式 例如说好了 你让学生查得到 学生他只在line上面 他只停留在IG 让停留在脸书 你是不是就在这三个地方去打广告 才是最有效的 好 你在报纸上打广告 他几百年没有看过广告 很多年没看过报纸了 那他有可能会看得到你做的广告吗 回去的时候 其实在座老师 我们就是可能要回去反映一下 因为 因为你怎么做到 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 多謝 我们下期间 吧 我们下期间 按钮 据